好,接着来临摸,列作其次 收笔的这一处呢,会圆一点 它不会写的很重 不会写的很尖 好,勾上来 列字的话就是这一块 从下来的时候比较直一点 好,比较直一点 而且呢,它有个高低之分 高低之分 木尾往上带,好,钦丝 绕过去 好,中间重 中间这一块比较重一点了 两头偏细 好,中间绕过来 墨尾带上去 其实这一笔和这笔它是有连贯性的 好,墨尾往上带 做 这个旗子啊,有个笔法 只有在旗子才有的 就是由下往上的这样一个翻转的一个角度 好,只有旗子才有 翻转 凹进去 这翻转凹进去,略微凹进去 墨尾 往下带 略重 往下带 勾 按压住 一上一下 一上一下 四字 定完之后有个钦丝 卡下来 往上 有个笔度 好,这个反弹和这个皮比 它有高低的 你看这边是明显比这边低一点的 列作其次 虽无 不要封出孔 加重 勾上 其实这个转角不应该加重的 细一点 细一点吧 刚才说错了 好 绕下 绕下 中间里有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这几个笔画的话 朝上吧 墨尾这里 有带钩 随字 随字呢 写的有点差了 我们再写一遍 没有 一遍 然后 你找啥 墨烈带 哎 无字 啊 碎字 碎字 说错了 你这个会比上面好很多了 是吧 那么这个几个横比的就出尖啊 竖笔出尖 卡住 再卡住 再卡住 啊 绕过来 你看 这边重 这边重 这最后一笔 这个好像是带点弧性的 它不是很值的 千丝连带该系的地方就在系该重的地方 你看这转折 转折就是重的啊 那么接下来 丝 丝竹之 丝竹管弦之圣 那么写到这个之子 我们就下期 作为下期的视频录制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如果想要往后 往前面看的话 可以翻看我以前的视频啊 都有录制的 一字不漏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